風伴效應帶來驚人雨勢 步道變成了河道 黃水滾滾 名池山區泥水不動往下勳泄 山上的居民記錄大雨過後 山區狀況 山上有超過300人進行安置 另外還有癌症病患受不集中 一天前就已經那個沒有送電 然後都是靠山中的發電機在發電 那因為發電機的油快要用完 有一個住客他是乳癌的患者 他的用藥到今天就用完了 所以他也蠻急著要下山的 搶修道路到一半 邊波出現了狀況 大片土石不斷滾下來 人員趕緊撤離 怪獸也停止作業 17號上午11點25分 大同牛豆往土場方向 以51線6公里處又發生攤坊 泥山颱風的驚人雨勢 不僅造成了土石流露面 有大大小小的落石 這些落石也造成路面有激水 就連旁邊的護欄也硬生生被衝垮 怪獸集結挺進山區搶修道路 部分受困身上的遊客 則是到七嵐山莊躲避風雨 每一分就是一種 每一分百分之一 一百多位遊客無法下山 七嵐山莊成了臨時安置中心 簡單被子還有電子遊客度過一夜 攤坊路段主要集中在台七線 還有台七甲的交會點 大同一市路段最嚴重從86.5K處到87.3K處 總共四處嚴重攤坊 何以不斷宜蘭大同山區受災嚴重公務單位搶修 同時還得隨時注意邊駁狀況 安全第一優先 近新聞 發生趙立傑和孟哲許惠美 蔡鳳董